不過問一下這個清皇 其實呢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江啟臣喊出來說 現在呢他們要找的是 清美河中的這個路線 可能做得到嗎 那另外呢我們來看 整個這個世界的趨勢連日本 日本新上任的這個首相 不但呢是對臺灣是比較友善的 而且呢整個日本的現在 整個的這個風向 都是跟著美國走的 對沒錯我們在看 日本的政局的時候呢 看了其實是兩個人 哪兩個人第一個日本的新首相 日本的新首相菅義偉嘛 那菅義偉我們都知道 他在安倍晉三當首相的時候 他當了八年他的內閣官房長官 那你要知道我們總統府裡面 總統府秘書長跟發言人 還是不同的人 但在日本的話 內閣官房長官本身就是發言人 所以你看這個角色有多重要 他可以當八年 然後被人家稱為是一個 不但沒有犯過錯 而且呢有鐵牆兩個字 當作他的那個稱號 你就知道很厲害嘛 那另外一個觀察是誰呢 就是日本的防衛大臣 相當於我們這邊國防部長嘛 這個防衛大臣立場 當然也很重要啊 那這個防衛大臣 他是安倍晉三的弟弟 那他叫岸信夫 所以我們就跟觀眾朋友 先介紹這兩個人 首先先介紹這個菅義偉好了 這個菅義偉比較有趣的是 他在日本的自民黨 最大的執政黨裡面 他其實沒有特定的派閥歸屬 但是呢他在這一次的 我們說日本自民黨的總裁選舉的時候呢 黨內多數的派閥都支持他 所以他才能夠出任首相 他會堅持這個安倍晉三的路線 看起來在這個國際大格局上面 走親美抗中這個路線 應該是不會跑掉的 那另外一個重要的是 除了菅義偉之外 你要觀察的是防衛大臣岸信夫 這岸信夫啊 他有趣是在有趣在說 他的家族 我們知道他是安倍晉三的弟弟嘛 但他們家號稱一門出了八位首相 他們家幾乎從明治唯新 明治天皇唯新以來 整個家族 因為你知道有姻親 有義子 有女婿 有繼承姓名 這樣整個大家族 龐治這樣下來發現 他們家出了八個首相 而且光是我們喊得出來 直接相關的三位首相 第一個 岸信夫的祖父岸信介 這個就是一個 第二個 佐藤榮座 第三個 安倍晉三 這一家出三個首相 本身就讓你嚇一跳 但是告訴你一件事 這個家族的政治底子 非常的雄厚 所以他們才能夠支撐出 這麼多的首相 那岸信夫呢 他本身 為什麼被稱之為是親台派 而且他的立場呢 你看哦 他才剛上任沒有多久 他又再提出了一次 跳島戰術 奪島戰術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這個概念 就是在他的哥哥 安倍晉三當首相的時候呢 就曾經在2012年提出來 要做跳島戰術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我在日本 還有看過他們國會的質詢 安倍晉三一直在強調說 中國崛起 中國威脅 我們要預防中國 躲我們的島 所以我們要預先布局 這種躲島戰術 所以你會發現 安信夫講的 跟他哥哥講的概念理論 是一樣的 但是呢 他這麼的親台 你看這個家族哦 其實安信夫的主婦 安信介本身呢 他才當初 1957年的時候 他的主婦 暗信介才上任三個月 就到台灣來訪問 拜訪當時的蔣介石總統 然後呢 他也是最早提出來說 哎呦 這個你們台灣 就是要退出聯合國 很可惜啦 要不然的話 你們作為另外一個 分出來的國家 存在在聯合國也很好啊 你想想看哦 當初如果按照 暗信介的講法 搭配美國當時的想法 台灣搞不好 今天我們還是聯合國的成員國 可是當時的蔣介石拒絕了 拒絕了 暗信介的這個講法 所以這就變成歷史上的另外一張 但是安信夫本身呢 他就自己告訴大家 他第一次出國的時候呢 選擇的國家是哪裡 就是來台灣 就是台灣 就是台灣 所以他說他本身非常喜歡的來台灣 然後呢 他這個2013年的時候來台灣 2015年的時候呢 他還帶隊來拜訪 李前總統的住所 那這個事情你也不要覺得說很訝異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哥哥安倍晉三呢 也是非常的這個 我們說仰慕李前總統的人 他的哥哥安倍晉三 把李前總統當做是自己的老師 因為安倍晉三有一度很失意嘛 他就是第一次當首相 後來呢 看起來政績不是很好 但2012年 又回來當首相的時候呢 那一大段的前後時間 他很多時間是跟李前總統 請教怎麼樣執行國家的政策 然後當時的安倍三建 據說跟李前總統的建議都很有關係 所以你看這個 現在安倍晉三的弟弟岸信夫呢 2015年來台灣的時候呢 他也是帶隊去拜訪這個李前總統 一樣都是當作是老師嘛 而且還是哥哥的老師嘛 所以是親上加親 然後你看喔 這個2020年的時候呢 這個我們蔡英文總統連任總統的時候呢 岸信夫也是前往官邸 去祝賀蔡英文總統連任 那這在裡面 你說2020年有來 那2016年有沒有來 我告訴你一樣有來 不但有來 安信夫當年還問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他竟然問蔡英文總統說 哎總統啊 這個你在這個就職大典的時候 你想要穿什麼樣的衣服啊 那所以你會發現 他跟蔡英文總統之間的交情呢 是已經可以談到 就是說哎 大家像朋友一樣可以聊天了 可是呢 大家這麼麻吉的時候 日本跟台灣的麻吉呢 這就是中國玻璃心要破碎的地方啊 所以馬上中國就有人出來怎麼樣呢 玻璃心睡給你看 怎麼睡給你看呢 你看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 這不是尖閣 不是去按人家推特按女優戰的那一位 另外一位叫汪文斌的 他說日本應該減少跟台灣建立官方關係 那說實話啦 講這種話一點點都不意外 因為這就是中國發言人會講的話 而且關他什麼事啊 對啊而且人家坦白說私交關你什麼事 人家關心朋友穿什麼衣服關你什麼事 所以你會發現台日之間 現在即便是日本的新首相 跟新的防衛大臣出現了之後呢 大概走的都是一樣的方向